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楼 叫陈安大楼 在烧鸡湾陈安街 以前那上面叫做木屋区 这个是大同学校 1964年到1976年的校舍 当时呢 在1946年 我们父母就创办了大同学校 46年创办的大同学校 在西湾河街22号 后来呢 因为那个地方要拆卸了 所以呢 就1964年搬迁到这里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 位于香港刚到西湾河22号的大同学校 在校内升起一面五星红旗 这所爱国学校由周杰军 吕一和夫妇 于1946年创办 他们的六名子女 近日齐聚 重走学校当年的两处旧校舍 父母是香港坚定爱国力量的一份子 刘兄妹从小耳濡目染 在爱国立场上团结坚定 并认为爱国是底线 香港历来都有爱国的进步的力量 在抗战的时候呢 我父亲母亲都参加了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就是呢 一部分人 爱国的进步的青年 就留在香港 为香港同胞服务 也为内地进行的解放战争 在香港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有志的青年 就在香港把爱国学校 大同学校最初的校址 因为拆迁已经失去原貌 后来的校舍 城安大楼 现在已经成为居民楼 三哥周兆康表示 最初签校至城安大楼时 二楼有一半是客室 后来学校在街方的认同 和支持之下 扩建至二楼全层 大同学校鼎盛时期的 小学生人数超过700人 并且还增设了幼儿园 周兆康一说 大同学校的校徽 是地球和红飘带 既符合中国国代文化中的 大同世界思想 大同学校在开学礼 毕业礼 国庆日等重大日子 都会举行升旗一试 很多教职员 愿意领着低薪 来爱国学校教书 学校实行爱国教育 和文化教育两手抓 很多旧生结婚生子后 也将自己的子女 送回学校就读 咱们大同学校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 每次的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都挂国旗的 都奏国歌的 我们很小都会唱的 解放战争的期间 我的父亲就对高年级的学生 讲 毛主席的一些著作 比如说 当时解放战争期间 学校有个地图 每解放一个大城市 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周找康指出 港英政府对于爱国事业 一直存在打压 纵然情况艰难 但港英政府 最初对教育投入相对较少 所以靠私营方式运作 自负盈亏的香港爱国学校 仍有生存空间 到了20世纪70年代 情况开始转变 政府开始办免费教育 爱国学校出现较大困难 1976年 大同学校和另外两间学校合并 至1979年结束办学 对于大同学校的教学方法 六妹周月琳记忆犹新 现任香港中学教师的她记得 母亲吕一和 以讲故事的方式 很有感情地讲地理课 东北平原的土地 是黑油油的 土壤肥沃 果子又大又甜 周月琳长大后 赴黑龙江旅游 看到那片黑油油的土地 感到十分高兴 我小学的时候 是在我爸爸妈妈 办的大同学校上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每个星期 有两节的中国历史课 还有是两节的中国地理课 那是我妈妈教的课 我还记得中国地理课 我妈妈教的是 中国四大河流 教的是中国新疆 那个无和的葡萄 我为什么这三年 我会去中国四大河流 从源头上游 中游下游 入海口这样跑一趟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 受过了中国地理课的教育 我对中国大地 非常的向往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 周月琳认为 地理课能够让学生 潜移默化地了解中国的 风土人情和低达五博 如果香港的小学 每周有一节中国地理课 已经是很好的开始 1999年 周家六兄妹 选定广东省清远市 佛岗县十连村 重建十连大同学校 以延续父母 必胜爱国教育事业的心愿 支持内地的农村教育 周氏家族的故事 曾被拍成微电影《大同》 由六兄妹亲自参演 并获得中央地视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微电影 征集展示活动 优秀作品一等奖 兄妹们希望 依此记录和传递 父母的大同理想和大爱精神 发扬爱国 团结 坚持的理念 吴迪周造强称 这部微电影 曾经在香港 做过两场放映会 颇有教育意义 希望能够成为 爱国教育的教材 过去我小时候很调皮 如果我是用那个吹口哨 来吹哥哥 我大哥跟二哥 几乎要打我的 因为这个是对 国家的一个不尊重 我们认为 在爱国的立场上 我们绝对是坚定的 是团结的 所以我们称自己是红二代 现在开始有些第三代 开始在亲力亲为的 为我们现在的爱国 事业去贡献 好像那个我二哥的儿子 跟我的大女儿 他们又看了一个网页 就十年大中学校 周造强表示 六兄妹从小至今 都在爱国立场上 团结坚定 他们亲眼见证了国家 70年的飞速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 家族中第三代的年轻人 目前投入到香港宣扬大同学校的 事宜中 爱国是一个底线 他说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